哈喽大家好 洛杉矶时间4月15号星期五 其实具体的日期在每一集的标题 小三角下拉 其实系统给了一个日期的 老河的节目全部都是当天制作 当天上传 以后老节目 我可能没有报那个日期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么现在是春天 春天什么是最重要 是吧 或者说花店里什么花最多 就是源源不断的绣球出来了 那么很多很多的观众都来问我了 我本来今天是要说一期 适合北方种的月季的品种的 专门介绍的 那么在出之前呢 先出一下绣球 为什么老是黄叶 或者为什么老是干巴巴的 为什么老是像缺水一样浇了水 它又不停起来 好 然后开始说它的那个 为什么会这样子 首先我们把它拿出来 像这种的都是买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超市的话 买来外面一个漂亮盆 然后一个黑的套在里面 是吧 那么买来以后 很多人就是说 哎呀老何啊 为什么我浇水浇了 它还是憋掉 那么我就告诉你 你如果泡着了 就是你浇水浇了很多 然后这个是没有底孔的 黑盆是有底孔的 那漏下去 如果积水积在那边 泡在那里 如果泡一两个小时 没关系 一天两天 你的根系就死光了 你这个里面的根系 就死得差不多了 那么你的根系死得差不多了 它的表现形式 其实还是缺水 就算它里面是湿的 泡着水 它的表现形式还是根系 就是不吸收水分了 死差不多了 那么它的表现形式 还是搭拉下来 所以说这种方面 就是一个是太肥 一个是藕根 是吧 太肥加上泡着 是加速藕根 就是 那么像这种苗 首先确定它不会太肥 是吧 它这种就是苗圃里面 它的配土 苗圃的那个浇水用肥来的 到了你家就不行了 那基本上就是什么 干了 绣球你别看它 你放在室内 你说我没有晒太阳 我也有浇水 但为什么干了 像这种机制 这就取决于苗圃的机制 苗圃的机制呢 全部都是那种 以泥碳为主 加上那个白色的是珍珠岩 是吧 然后呢 它浇呢 是 其实就是水肥一体化 浇灌的 那这种苗 其实都是扦插体 扦插一剃一剃 扦插出来 然后它一旦干了以后呢 你看 我塞下去以后 它和盆之间的距离 它和盆之间的距离 我现在是湿刀 干了以后 它是整一个空隙会非常巨大 那么你稍微一浇水 就直接往下流 你稍微一浇水 直接往下流 等于说这盆土 你就浇不透了 浇不透了以后 导致什么 就你觉得你浇了很多水了 明明流了出来了 明明已经很多水积水了 为什么还是不停起来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绣球这个花 一旦干旱过一次 是吧 一两个小时 你马上浇水 它能停起来的 马上浇 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 如果很严重 彻彻底底 所有叶子都憋下去过了 就像这些都掉了 是吧 我特意这两棵就是种成这样 给大家做教学 看这个 你看我一碰 这片就掉下来了 是吧 这片还好 但是半片叶子是焦的 这种就是恢复过来的 它恢复过来了 也就和原先不可比了 是吧 有些恢复不过来 直接掉了 但是它的雅点还在 像这种绣球还能救的 像它的毛细根 毛细根正常全是白色的 像这种全是死光的 它一旦干旱过 严重干旱过 它的毛细根就会死光 是吧 那死光以后造成 又回到了刚才说的原点 就是你浇了水 它还是不停起来 你浇了水 它也不停起来 就是因为毛细根死光了 是吧 那么像这个 等于说 缓了好几天了 那它停起来了 停起来就皱皱巴巴的 看这种叶子 一碰掉了 是吧 上面的花是回不来的 上面的花一旦彻底干了 也不用彻底干 就是比较干了 那个花 就是不是一个自然的老花 自然的一个 衰落 它是一个缺水 因为绣球的话 它是开出来 刚开是绿色的 然后开到后面有颜色 再到后面又变成绿色 它如果没有变成绿色 本身就是感觉很嫩的情况下 憋掉了 那它就是一个缺水 而且缺水严重了以后 你再浇水 叶子可能还能稍微停起来 停起来看 这个是浇的 我一捏就碎了 半片叶子是浇的 上面的花呢 就是全部都是永远大蜡 起不来了 那么就早点剪掉 所以呢 这种情况遇到了 你还是要浇水 认认真真的浇水 就算是憋了 你觉得浇了水 它也不停起来 你要坚信 它就是缺水 根系受损了 也是缺水的表现 是吧 那么根系是缓根缓回来 很慢的 像我刚才这个拿出来 大家看到那个白系根 有一点点缓回来了 是吧 很慢的 但是你坚信按我的方法去养 尽快的去换盆 会好起来的 中午没时间浇水 给弄个自动浇水的东西 现在高科技很多 手机都能调控 然后早点 像这种盆太小了 这种盆都是在苗圃里面的 极限状态 就是苗圃要么把它给卖掉 要么你卖不掉 你就得换盆 换更大的盆 是吧 边上塞土 它也不会打闪换 它直接换个大一圈的盆 那么它就要成本 是吧 对苗圃来说最好就是 种开花了 是吧 外面套个这种漂亮的 这种是吧 价格就上去了 将近20块钱 两盆 芽点一喷都掉了 这种非常不健康 里面的这种小芽点 都死掉一些 小芽点枯死的 然后同样看它的毛细根 也死得差不多了 有一点点心发出来的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是吧 我一直强调 锈求就是很简单 遮阳浇水 浇水的前提是不要泡着水 然后这种小苗拿回家 尽快的去换 能遮灾 遮阳通风的地方去遮灾 全天保证遮阳通风 如果你在南方 是吧 哪怕是北架 我觉得都要全天保证 遮阳通风 保证不了怎么办 你看我的 遮阳棚啊 我这个够大了吧 同样是绣球 看看 真的是小宝宝 马上开了 遮阳棚遮着 健健康康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 绣球是洗羊的 绣球的原先叫紫阳花的 紫阳花怎么可能不洗羊呢 取关 不要理它了 或者你叫它拿出自己的绣球看看 长期的给你看 不要拿出一个刚买的 最美的状态给你看 长期的看下去 看我这个绣球 之前一年一年看下来 是吧 老镜头给大家看看 今年的又要开了 而且今年我做了这阳棚 那么就意味着 这部画开出来 我能够舒舒服服的 让它慢慢的自然老化 自然老化是一个很美的过程 为什么 它会慢慢变绿 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所以自然老化的绿绣球 整片铺满在这里 也是非常美的 今年就能实现了 所以好好遮养 好好浇水 然后 我说好好浇水 很多人可能要上班 没办法 然后他寄希望于泡着水 然后去上班了 那个真的不行 想办法 中午 一定要浇水的 不管是盆栽地栽 这个就跟水牛一样 真的非常需要水 你从它的叶面的数量 你就可想而知 你把它每一片叶子 把它铺满在地 能铺多少平方 你觉得这一颗绣球 你就是这么一小颗好了 它的叶面是又大又宽 又多 是吧 这个还是经过劫难的 刚来的时候 叶面更多 然后绣球本身 它刚来的时候 是有花的 两朵大花 大头菜一样 那个花的增腾有多少 你把它计算成面积 平铺满 在地上 它能铺多少面积 是吧 那你再去计算 这个面积的增腾量 有多少 是吧 不光是说晒 在这种遮阳环境 或者你有些人放室内 室内放两天没事 尽量不要放室内 要拿到室外 遮阳通风 我这个呢 就室内也放了几天的 你说没太阳 它就不增腾了吗 它有空气流通 是吧 它就会增腾 像这种 这种苗圃来的机制 不管是根死了 还是没死了 告诉大家 你不要去把它掰散了 要地摘挖个坑 不要埋任何东西 种下 像这种遮阳环境下 种下 地摘是最好的 然后一定一定要确保浇水 然后别跟我说 大树底下可以种 我告诉大家 树下能种的 其实是非常北面了 可能要加拿大 或者日本相对北面一点的地方 是有很多人 把羞球花种在树下 我甚至在台湾看到 把羞球花直接种在露天的 也有 但是你只看到最美的一面 你没有看到它晒焦了以后的样子 它每年都还是能开花的 是吧 那我这样 我能维持将近半年时间 是吧 你如果晒 那一个礼拜 没了 是吧 然后你就看不到那种 渐变变成绿色 是吧 那种过程 是吧 丰满的 慢慢变过去的过程 饱满的 不焦边的 那个过程真的很美 大家不妨试试 好好种好羞球 然后我再强调 看我的秀球的以往的视频 播放列表 秀球专场 去看看 包括浇水 用肥 调色 全有 是吧 然后订阅一下 是吧 点一下小铃铛 我们看下去 我们家这些秀球 到时候开起来 然后慢慢慢慢 花老花的一个过程 以后都会 陆续陆续拍出来 给大家看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 就尾声了 提醒一下 今天有两期节目 后面还有一期 专门介绍玫瑰的 好 中华洋花 下期节目 马上就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